好這個國軍我們帶你來看我們獨家 這個焦點是國防部舉辦國軍小學堂 因為仿照綜藝節目實體意志問答 雖然打的對並沒有獎金 不過各軍種還是使出渾身解數拚成績 這也是時尚第一次漢光演習的意志問答比賽 一共對正妹也來Nobody帶動氣氛全場好嗨 漢光二十六號演習精神戰力週國軍小學堂來囉 接下來是我們的海軍中藝隊 接下來是我們的空軍飛虎隊 中共對台飛武力三戰為何 開始繼續 連續問答十題陸海空連後線六個軍種大車拼 國軍小學堂每百萬 只有獎盃一切為榮譽而戰 堆虎比氣勢是凝聚精神戰力的最好工具 馬政府上台後首次漢光使兵演習 軍方不耍花槍搞火力展示秀 在軟實力上動腦筋 相信大家一定更能體認後製防衛戰力的重要性 注意到了嗎 為了配合主持人串場 記得見上了兩枚標二練習彈 還有五吋箭炮不停上下左右運動 一路從畫面左邊視瞄到右邊 一枚標準二型防空飛彈 造價百萬美金 就算是練習彈 也是天價來算 加上有錢也買不到了五吋箭炮 為了這兩分鐘的畫面 國防部下重本 雖然很貴 但精神戰力 無價 做得起我李雨喬 台北報導